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美国联邦法官8月17日 拒绝阻止该州禁止中国和其他受关注国家公民 在该州拥有房屋或土地的法律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美国地区法官艾伦温莎表示 由于该禁令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不是种族或国籍 因此它可能不会违反美国宪法或禁止住房歧视的法律 佛罗里达州法律禁止中国居民 且非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在美国该州购买建筑物或土地 它还禁止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大多数公民 在发电厂和机场等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附近拥有房产 但该法律例外允许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旅游签证持有者 可拥有距离关键基础设施至少5英里的单一房产 据LA Times8月17日报道 加州抵押贷款救助计划再次扩大救助范围 希望帮助更多在新冠疫情期间拖欠还款的房主 该计划像因大流行相关的经济困难 而拖欠至少两次抵押贷款付款的中低收入房主 提供高达8万美元的援助 这些房主还可获得高达8万美元的逾期房产税补贴 该计划此前规定 如果你在2023年3月1日之前 错过了至少两次抵押贷款付款或一次房产税付款 你就有资格获得援助 如今由于10亿美元的救助金还没有用完 因此那些在8月1日前至少拖欠了两笔抵押贷款或一笔房产税的人 现在可以获得救助 根据联邦法律 收入不超过本县收入中位数150%的家庭 如果遭遇与大流行相关的经济困难 就有资格获得最高8万美元的逾期抵押贷款还款 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指出 洛杉矶县收入中位数的150% 个人为132450美元 四口之家为189150美元 相关房屋必须是主要住所 可能只拥有一处房产 但最多可以有四个单元 8月17日 南加州气象局正式发布热带风暴警报 该警报将于8月19日周末生效 覆盖南加州大部分地区以及拉斯维加斯全境 此外 局方还针对可能出现30英尺高海浪发布高浪警告 目前仍在墨西哥西南太平洋的预风 喜莱利已于17日升级为强台风 预计将穿越墨西哥的巴哈半岛 国家飓风中心预报员警告称 喜莱利预计在这个周末迅速增强为四级飓风 风速至少达到每小时130英里 预报员预测 从19日凌晨到当天中午 飓风将向巴哈半岛猛冲 预计20日中午12时之后登陆 随后 飓风将横越下加州 向北移动至南加州 喜莱利的影响将在21日至22日继续影响该地区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8月17日 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寻求保护其美国资产 并努力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恒大向曼哈顿破产法院提交的公告显示 该集团正寻求法院承认其在香港 开曼群岛及英属维京群岛进行的重整协商 恒大子公司天机控股以及景城周四也申请了破产保护 恒大集团律师为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大量举债的恒大于2021年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 截至去年底债务负担达到2.437万亿元人民币 其股票已于2022年3月21日停牌 恒大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债务重组计划 这是中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计划 不过根据上个月公布的一份证券交易所文件显示 恒大在2021年和2022年合计亏损810亿美元 引发投资者对其提出的债务重组计划可行性的担忧 18日针对恒大在美国提出破产保护的报道 该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 公司目前正在正常按照计划推进境外债务重组 不涉及破产申请 字幕提供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